135文匯報 仿西安高新區讚古都現代化 2015年7月10日重要新聞A25A40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李陽波、張士真、洪曉方西安報導 赴陝西之前,很多未來之聲的同學都做了功課 在他們的印象中,陝西最吸引人的就是傳統文化 不過,通過八天的沉根之旅,這個印象慢慢地有了一點改變 特別是當同學們走進西安高新區,走進比亞迪、走近秦親寶貝 他們不約而同表示,其實陝西現代化的一面同樣吸引人 6月30日下午,未來之聲同學們來到西安高新產業聚集區 西安高新開發區 參觀了其中的韓國三星產業園和比亞迪汽車生產車間 參訪三星比亞迪坦科技先進在高新開發區展廳參觀時 珠海學院同學兆凡表示,陝西的科技發展水平讓人驚奇 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無人駕駛飛機 曾經在國慶六十週年閱兵儀式上使用 是內地最先進的技術 還有高石砲,科技含量非常高 笑凡指,西安高新區與香港的數碼港和科技園狠像 都在研發高新技術,都很厲害 另外,另有同學指,來到西安高新區 此實感受到陝西的現代化程度確實很高 在陝西比亞迪汽車參觀時 同學們對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產生強烈興趣 認為有利於環境保護 同學們建議能多做一攝充電站 以推廣充電汽車 在比亞迪汽車間,同學們參觀了整個汽車生產流程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黃如葉表示 整個流程非常整齊,分工清晰 而且很多都是機械化的 有機器人在裏面工作,感覺非常先進